请合掌 请放掌 第二十一首记 安乐佛国诸菩萨 夫可宣说随智慧 与己万物亡我所 净若莲花不受尘 往来净止若泛舟 立安为物始地末 狄己游空断二想 燃智慧剧照长夜 三明六通皆已足 菩萨万行观心眼 如是功德无边量 事故至心投面礼 安乐佛国诸大菩萨 凡有讲说 宣扬佛法都随顺 如来智慧 他们对自己 以及一切万物 没有了我和我所的心 我所就是属于我的这种想法 比如说什么叫 与己万物呢 我的身体 我的房子 我的国土 我的企业公司 这些都属于叫我 就我所 我的 我的什么什么什么 那么这些菩萨呢 他已经没我的这些东西了 也就是破除人法二之 余己万物 汪我所 净若莲花不受尘 心地清净 智慧清净 就好像洁净的莲花 莲花你看 他这个早晨到莲花池去看 莲花非常的干净 尘埃都落不上 水珠都滴不上 你看有水珠 哪怕你浑水 你看这个荷花叶 如果水是浑浊的 但是你想染这个叶子 它又呈油一样 它就是 也染不上 它是干净的 什么叫莲花出污泥不染 往来净止若泛舟 这止呢 他这个 菩萨的 自在随意 若往若来 若净若止 止就是 净就是运动 止呢 就是安息 打了个比喻 像 水上行舟一样 那么水上行舟呢 显示它这个自在安乐 舒适的相状 利安为物 是利安乐众生 作为他的使命 作为他的职责 舍迪末 迪末 这个字呢 适合的是 如果读音的话 在这里啊 它是一个多音字 应该读着迪 还读地 还是迪啊 第几声啊 给查查看 那么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莫就是身苏 迪呢 就是亲密 就说菩萨 他利益众生 安乐众生 救度众生呢 没有彼此 亲疏之分 没说 你给我中午 供养了几个水果 对众生啊 都是平等的 冤情平等 就这意思 比己有空 断二想 比己就是人我是非 人我 比就是别人 己就是自己 这个人我见解 是非啊 这些呢 都已经空掉了 那么断二想 到底指什么二想呢 没有一个 还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 那么这里呢 如果按照上下文的意义来讲 可能就指 说是无人无我 这样的意思 没有人我之想 没有这种 二元对立的分别 有人有我 有是有非 有能有所 那这样呢 就落在 这个二 二想当中 佛菩萨呢 度众生啊 都是安乐佛国 诸菩萨 都是一如平等 所以讲 比己有空 断二想 燃智慧剧 照常业 为救度众生啊 燃起大的智慧光明 像火炬一样 照破漫漫成业 三明六通皆已足 菩萨万行 惯心眼 菩萨修度修行六度万恨 这六度万恨呢 这里用一个菩萨万行惯心眼 这词用得很好 就是说这一心 总摄万行 这个心就是菩提心 慈悲心 怜悯救度众生之心 眼呢 代表它的智慧 在眼下面呢 说了是五眼 五眼俱足 如是功德 无边量 事故之心 头面里 那么这一段呢 它是根据 《无量寿经》 我们《圣教集》 第一百页 大家可以翻到 我们稍微简单的 说一下 这一段主要讲的 就是菩萨 安乐佛国的菩萨度生的事业 我们第二首 二十首记子呢 是说它上供诸佛 这里面就属于下化众生了 那怎么化众生呢 就讲了自利利他两方面 一百页说呢 佛与阿难 生彼佛国诸菩萨等 所可讲说 常宣正法 随顺智慧 无为无失 就是佛讲法没有失误 没有跟事实状况不吻合 也没有呢 不对根基的 叫无为无失 于其国土 所有万物 无我所兴 这讲 前面说了嘛 于己万物 亡我所 无染着心 那么这无染着心呢 他用了 净若莲花不受尘 这句话来形容 没有染着 去来净止 情无所系 随意自在 那么这个呢 他就用了 往来净止若泛舟 在很自在的 在水面上啊 轻松自在的 划着小船 这就是我们这一边 就感觉那种 示意的感觉 就在情无所系 情无所系 没有固定的说 让我们就是 情感有所系附 我们在这世间 你不都情有所系吗 母亲一定给儿子拴住啊 这百分之百的 那当家是一定 给妙子拴住啊 这也百分之百的 这你在哪里 你肯定系在 那个地方嘛 情无所系 当然菩萨 也可以说 情系众生 那么虽然 情系众生呢 他已经是 就是立案 唯物始迪末 比己由空 断二想 所以所谓的 情系众生 也是无所系 但是我们 没那样的智慧 他用这个 泛周啊 来形容 情无所系 随意自在 无所谛 无比无我 无尽无送 这就说 比己由空 断二想 下面呢 就是燃之会 剧赵长叶 就说这一大段话 三明六通 皆一族等等 那怎么说呢 余祝众生 得大慈悲 饶意之心 这些词 我们读一读 就很好了 因为我们 专门讲学 无量寿经时候 在详细说明 你看对众生 佛这个 安乐国土的菩萨 对众生 什么样的心啊 于众生 得大慈悲 饶意之心 以大慈悲心 来饶意众生 只想给众生利益 给他丰厚的利益 饶意 柔润 调腹 无愤恨心 对众生啊 都柔软 润泽 这个 毫无 刚将 就是 调顺 柔腹 没有任何的 火气 没有奉恨 无奉恨心 离盖 清静 无厌待心 离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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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吗 盖就是 谈盖 盖就是 烦恼的意思 盖不是 这个就是 佛法的 常 就是常规名词 不要看错了 离盖 离什么盖啊 盖是 就是 覆盖 我们叫五蕴 五蕴 烦恼 这个五蕴 覆盖身心 蕴也是一个意思 蕴 色受享行时 蕴就是说 这个 也是累积 把你盖住 这个烦恼 在佛教里面词特别多 同样名词特别多 烦恼是我们最了解的 又叫呢 成垢 成垢 又叫做呢 禅 禅就禅付的禅 又叫做盖 盖就把你盖住 覆盖真性 让你的心地 不能明朗 不能明见事实 又叫做漏 有漏 漏 就是这个 让我们真性留住 不能够有漏功德 漏掉了 都是你的幸福 又叫做这个结 结就是 打结样 把你心里边 扣上一个结 让你 捆覆在这个缩破界 又叫做使 使就是被他做驱使 你不能自在 又叫做窗 就烦恼 又叫做窗 这多了词 离盖清静 远离一些烦恼 内心呢 清静自在 无厌待心 对众生啊 从不厌 从不厌烦 从不懈怠 无厌倦的 无懈怠的 利益众生 我们还没做点小善事 觉得够了 就厌怠了 没得到无神法人 难免难免这样 等心 平等 这个等心啊 非常舒服的 你说我们在地上 如果这个地不平等 你站能舒服吗 你肯定不舒服啊 说你站不在 站平地上 专门站了大斜坡 站了很不舒服 那我们人都是以心 我们都是以心啊 作为立场 我们是 其实是站在心这个地方 但你心不平 那你能舒服吗 你看自己的儿 就比别人好 这心就不平啊 我家房子怎么样 你心不平 人都不痛苦啊 你点点滴滴都在痛苦 因为你的心不平 你看众生也不平 你心不平 你心不平就痛苦了 因为人是以心来生存的 你不是站在土地上 还是站在你心里边 心不平 当然痛苦啊 那菩萨呢 他等心 这等心啊 这自己也舒服 对众生当然 也没有闹是非 也不会说 搞一些那个 纷争出来 因为他等心嘛 圣心 圣呢就是殊胜 身心 就是身远 身故 这个身后 众生啊 都有那种非常喜悦 这种身心怜悯慈悲 不是那么浅的 圣呢不是卑劣的 定心 爱法 乐法 喜法之心 这是非常尊贵的 是法 泄脱之法 成佛之法 都有无限的爱乐 灭住烦恼 离恶趣心 究竟一切菩萨所行 具足成就 无量功德 得身传定 诸通明慧 就讲三明 三明六通 皆一族 皆一族 诸通明慧 诸通就讲六通 明慧 就讲三明 由至七觉 由至七觉 那就是七觉 就是七菩提分 就是叫七觉之 由至七觉 修行佛法 下面讲五眼 菩萨万行 惯心眼 这讲 又肉眼清澈 弥不分了 就是眼根清澈 看什么呢 非常清楚 这个眼睛清澈好啊 就像我们这个照相机啊 像素 像素如果浅的 你看这相机啊 拍的照片 就不怎么清楚 如果像素很高 非常清晰 一半放多大 都非常清晰 弥不分了 没有不分 分别明了的 天眼动达 这是肉眼呢 天眼通达 无量无限 肉眼 虽然看得清晰 但是墙挡住了 墙过面也看不着 那么如果天眼 就可以无量无限 圆圆精进 所有都能看得到 也可以穿墙无外 那天眼就更殊胜了 天眼就是天人 它有点神通 法眼 法眼更殊胜了 法眼就是择法眼 就对法 有 有鉴别的眼力 法眼观察 究竟诸道 对于修什么法 断什么烦恼 点点地 都非常清楚明了 该怎么去修行 法的道路 那于法眼 第四呢 就慧眼 慧眼就更 慧眼见真 慧眼就是见真 什么意思呢 见到真实 正物诸法实相 破除人我 这个法治 法眼只是你 见到法的修行路径 那么法眼再进一步 法眼见真 得法眼镜 得法眼镜呢 就是出国 就是法眼镜 见到位 还是见到 那么 真 慧眼呢 就是 就更进一步了 见到真实 真实 就像是一切万法的 本来面目 就是 法性击灭 这些 能度彼岸 有慧眼 才可以度到彼岸 那么慧眼见真呢 阿罗汉 菩萨 也见到一分真 还没有彻底圆满 随到佛眼 佛眼巨足 彻底通达圆满 绝了法性 一切 无不朗朗明了 这是佛眼 这是无眼 无眼通达 以无碍智为人眼说 等观三界空无所有 智求佛法 巨足辩才 除灭众生 烦恼之患 从如来生 解法如如 就是说 这些菩萨呢 是从佛的智慧所生起的 叫从如来生 那么也有读从如来生 如就是真如 这个法性 从这儿来 解悟的 当然我们读从如来生 可能更好 我们念佛 是从如来生 是佛子 那么当然从如来生 从佛而生 所以解法如如 从佛来生的 善至极灭 因生方便 善至极灭 这个极灭在这两个字呢 是代表四地法门 就是说苦极灭道 极是代表烦恼 之因 灭呢 就是极是烦恼的生起 灭是烦恼的灭除 就是说 这些菩萨呢 知道众生的烦恼 生起 以及灭除的方法 因生方便 因生是做一种方便 因为众生啊 要讲因生 要说法的 菩萨之间 倒用不着讲话 不兴事与乐在正论 如果讲话呢 对世间的语言 对世间的东西啊 没有耗药 不感兴趣 所讲的法 什么叫正论呢 就是能够解除我们的烦恼 能让我们 究竟得解脱利益 能够成佛的 这是正论 除此之外 都是闲话 梁耀祥经常问说 哎呀 佛什么天上地下都知道 您大海里滴水 过于一百年 还把他取出来 那 那么都知道 怎么不知道 现在发明 搞电脑呀 发明手机呀 飞机呀 那你这么 佛经常都没讲这事啊 佛是 不兴事与乐在正论嘛 这个都是世间语言 什么经济呀 政治啊 科学啊 什么历史啊 人文啊 这也话 但是佛法当中 只要你要跟解脱相关的 才说 所以佛就说了 我所知法 那个无量无边呢 能够说的只是 佛没说的法 是大地之土啊 说了的法只是 小指甲盖这么点土多 不是说 知道都要讲 没有意义的不讲 所以专门问佛 是思难佛说不回答 因为对你没有意义 修读善本 自从佛道 这一切法 皆其极灭 生生烦恼 二余俱进 这极灭两个字特别好 什么叫生生烦恼 二余俱进呢 生生就是我们这个色身 烦恼呢 指我们的心 鱼呢 就说 像我们轮回的众生 它就是有余 不尽 这个生 虽然死了 还有去投胎 还有神石 再投胎 就不尽了 那么烦恼呢 只是暂时的辅助那里 就是好的 烦恼啊 就是断不干净 所以像菩萨呢 它不一样 这些安乐国的菩萨 不管是身心啊 这两方面都干净了 就彻底清净 文身身法 心不一句 常能修行 我们要听到身法 就一句了 一般的人就这样 一句是怀疑 拒绝是恐惧 哇 一切都空了 那怎么办 啪擦 掉地里去了 那不麻烦了吗 你说 罪我众生 造罪凡夫 念佛也能往生啊 怎么会这样呢 那么天下大乱了 一句 圣神法 所以念佛这一句名号 能够度一切众生 到净土成佛 刹那之间 都怀疑恐惧 怀疑 怎么可能这样 然后就这样害怕了 那天不要塌了吗 那更不要谈修行了呀 大悲者 身缘为妙 弥补福寨 就近一趁 置于彼岸 决断 以往 会由新出 于佛教法 盖落无外 智慧如大海 三昧如山王 山王说明他呢 这个稳定 坚固不动 可以作为依靠 大海说明他的广大 慧光明镜 超欲日月 清白之法 具足圆满 犹如雪山 照出功德 等于禁锢 犹如大地 尽会好物 无异新锢 什么叫犹如雪山 照出功德 等于禁锢 就是佛 这个菩萨的功德 像微微的雪山 你看这个雪山呢 下大雪 整个叫千山鸟 飞绝 万进人宗灭 整个天地啊 全部给大雪覆盖了 那你看上去 就是平等的 纯一的 干净的 这个镜像 这个下大雪 如果全山覆盖啊 这个是非常好的景象 人在这个状况下 你的心会自然清静 我也写过一篇 关于下雪的文章 就是你看这个大雪 因为它没有 第二个颜色 让你去分别 你想分别 也无法分别 甚至远近啊 这种立体感都没有了 整个啊 天苍苍野茫茫 就是天地啊 苍茫 就是一片洁白 消除了你这种 远近啊 颜色啊 还有立体啊 还有这个这个 这所有的差别的消除消除 让你心里边呢 仔细一些的烦恼 所以我们平常就是 深深浅浅 远远近近 红红绿绿啊 都闹腾啊 就在挺好 一大雪之后 哇 那个雪花 没有声音 你有什么小烦恼 去飘 压主压主压主 一直就给你 你所以下雪的时候 你站着看那个雪花往下飘 你就非常舒服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南方人是没有的 哈哈 没有这个 是好的感觉 这个 这个 犹如雪山 照住功德 雪山 它有一种 这个光 啊 这种光呢 照远照近 都是等于平静 干净 清静 那么 菩萨的功德 来看众生 众生哪怕你再怎样的 乌绰 啊 污秽 但是给雪山功德一照 等于静骨 就给你照干净了 下大雪 你说哪里干净不干净 全都盖住 什么一个毛坑啊 什么一个死猪啊 什么一个那个扶草 拜续啊 大雪一过 你看 一片干净 这不就盖住了吗 阿弥陀佛的无量慈悲大雪 你什么小罪过 全部给你盖上 哎呦了 干净了 犹如大地 尽会好物 无一心过 这个大地呢 你看就是佛的菩萨的心 像大地一样 你清静的 你误会的 你好的 你鲜花 你独草 它都呢 平等 宰赫 没有第二条心 没有一心 这就是大地 这是显示柔软慈悲啊 平等啊 犹如净水 洗出尘牢 这够染固 菩萨的心啊 像清净的水 水有什么功德呢 能够洗出尘牢 洗出我们构成 让我们干净 犹如火王 烧灭一切烦恼心固 大火啊 能够烧灭一切 这个心柴 佛呢 菩萨这种 智慧三昧之火 能够烧灭众生 一些烦恼之柴 所以你看我们这烦恼 对我们来讲 我们觉得没办法 对佛菩萨来说 好啊 有柴啊 烧 烦 烦恼心 你看 很简单 就给你烧了 啪 烧炸了 烧了起火呢 还何反应呢 还烧出能量出来了 众生的烦恼 给阿弥陀佛 佛菩萨的智慧火一烧 烦恼还变成了度化众生的力量 你要没点烦恼心 还烧不着 所以佛菩萨看众生啊 势比保 看阿罗汉说 焦牙拜种 灰身灭制 火星都没有灭了 没有火力 好 这是个柴 虽然有点湿气 没关系 考一考 所以 金中说 一切烦恼是如来种 这是成佛的种子 犹如大风 行住世界 无障碍固 这风啊 这大风不是小风 大风从世界通 风啊 行空中 哪有障碍呢 然后说 犹如虚空 于一切有 无所拙固 虚空 虚空 你说你这有一个桌子 有一个板凳 这是人讲 有一个房子 有一个座山 虚空对这个有 并没有执着 说啊 这里有一个山 我不能放 我不能放了 没有 虚空就是 无障碍 犹如莲花 于住世界 无染无故 这些呢 都是很好的形容词 几下不读了 你们回自己读去 第二十二首 安乐声闻菩萨众 仁天智慧 显动达 身相 庄严无疏意 但顺他方 顾列明 严荣端正 无可比 精微妙区 非仁天 虚无之声 无集体 事故顶礼 平等力 那么这一段是说呢 安乐 安乐净土的 五称 平等的 平等的 相撞 这一段 他 先看 先看 我们简单的 把文句 通一通 安乐佛国的 身闻大众和菩萨大众 以及 仁天大众 这个 因为是寄语嘛 他七个字一句 七个字一句 所以这一年就一个斗号中断了 那么大家读的时候呢 一定要知道 他是 很前面年代起的 不是 安乐 身闻菩萨 人天 智慧 先动达 前面忘了 这个人天 智慧 先动达 那么身闻菩萨呢 忘了 不是 他还说什么呢 安乐 佛国 身闻 菩萨 人天 智慧 先动达 这意思 就是人天 人天的智慧 那么跟谁比呢 跟前面的身闻和菩萨 来相比较 都是一样 闲就是 全部 动是动辙 达是通达 没有障碍 身相庄严 无输意 这也是接到前面 主语是谁呢 安乐 佛国的身闻菩萨 人天 他们的身相庄严 没有差别 叫无输意 但顺 他方 顾列明 这还是要接到前面读 安乐 佛国的身闻 菩萨 人天 那为什么你都没有差别 智慧也没有差别 身相也没有差别 内在智慧 外在身相都没有差别 你干嘛还要叫那么多名字呢 要叫身闻 圆觉菩萨 还有人天呢 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 它是有差别的 菩萨庄严 那么凡夫 人天就是凡夫 他名字不一样 身闻是正四 四地法门 圆觉是十二因缘法 证物 那菩萨的六度万恨 他们的内在证物的觉悟 智慧 还有外在显示的身相都不同 才有这些名字 那么在极乐世界既然一样 那么都叫一个名字就好了吗 这里就说出几个字 但顺他方顾列明 随顺我们这个世界 这个他方什么意思 相对极乐世界 我们就属于他方 你站在极乐 安乐佛国菩萨的一场 说这是他方 他方哪位 特别是苏布世界 你跟苏布世界中心讲话 你得顺他讲 你得讲 有这个不同的名字 他听起来说 这还差不多 你跟人的讲人话 跟鬼的讲鬼话 对吧 跟菩萨的讲菩萨话 跟净土的讲平等话 你都苏布世界 你讲平等话能行吗 入乡随俗 就得讲 讲那些不平等的话 原来你对一条蛇 你说 你蹦 这蛇他听不懂 怎么蹦 怎么蹦打 难说 哎呀 如果这样 你瞬地溜得可快了 谁一听 哎呀 好懂 听得很懂 是吧 你这个做梦子 那赞吗 他就是蹦着走 你说 哎 你瞬地溜 这个赞吗 哎 难懂了 怎么瞬地溜 没法溜啊 你再说 哎 赞 你再蹦着 飞快 咋一蹦老高 这他的细性特点就这样 所以对苏布世界众生啊 就要 但顺他方 顺他方 顾列明 我们苏布世界说话 都要按一个名字 不按名字 没法说 所以要 列就是排了一个名字出来 那么在极乐世界中 他哪里用来按名字呢 用不着的 就是神光离象不可明 没有名字给你 那没有名字 怎么说话 怎么交流 他也不用说话 那不说话怎么办 不说话就那样办 本来他极灭 一心揽造 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知道 信息完全通达 严容端正无可比 安乐圣文菩萨仁天 还是一样 一定要放得起 他们的面延 非常的端正庄严 无可比较 没有办法来比喻 说明 苏布世界呢 没法比 说天人呢 长得非常美 这个 说我们下面的人 无法相比 那天人要跟 极乐世界众生 严容相比啊 那就差太远了 金威妙区非人天 那么他的身体呢 这是讲他的容貌 他身体本身来讲 也不是说我们这样的肉体凡胎 他用这几个字 金威妙区 威是唯妙 威妙区 精是这个精 精华 妙区 就是这身体 总之假 就不是肉体凡胎 不是我们这样的 粗略 构然的身体 所以不是 非人 非天的身体 我们讲天的身体 就非常清净了 天人啊 色神清净啊 跟极乐世界比 那没法比 那么到底怎么了 他的身体什么样呢 只能用这样来说明 虚无之身 无极体 虚无之身 无极体 虚无和无极 就是讲 就是法身 形容法身的境界 像虚空一样 便达一切 这个法界 所以叫无极 我们讲身体啊 这什么身体 虚无之身 无极体 事故顶礼 以平等力 那么这样 智慧也一样 这里讲的平等 有几个平等呢 那它有几个词 弦 弦是皆 同 也是皆 都是一样的意思 一类 它说 动 无一 无疏役 下面 它这一段经文呢 它是根据 这一段的寄语 是根据 无量的经文来的 无量收音经文 在八二七页 八二七页 启诸身文 菩萨天人 智慧高明 神通动达 贤同一类 行无异状 但 阴顺于方 固有天人之名 固有天人之名 后面呢 还有省略号 固有天人 身文菩萨 等等这些名称 颜貌端正 超市稀有 容色为妙 非天非人 所以他说 今 微妙区 非人天 接受自然虚无 置身无疾之体 那么最后一句呢 是谭卵达尔加的 事故顶礼平等力 他加这句说明什么呢 这 这一段经文呢 主要讲的就是说 五称平等 那么这种平等 是谁的力量 让他平等的 是阿弥陀佛的力量 所以是平等力 就是指阿弥陀佛 不是他们自己修行 能够平等的 你人天跟身份跟圆绝 你怎么能平等呢 像我们这样的 凡夫众生 你跟大菩萨 你凭什么跟他平等 你凭什么 你要不念佛 你怎么能跟他平等 你没办法呀 你凭什么 凭念佛吗 凭什么 凭平等力呀 这会平等了 不然这说不通的 那么有几个平等呢 智慧平等 神通平等 他说智慧高明 神通东达 咸通一律 智慧平等 神通平等 身相也是平等 严容也是平等 从内在 外相 内在智慧神通 外相的身相 严容都一样 那么用了几个形容词 叫咸同 咸也好 同也好 接受 这都是一样 然后一类 咸通一类 一类就是一模一样 行无异状 无异 不也都一样吗 那最后说 虚无无极 这都讲一样 那么这里呢 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 一个启发 一个重要的原则 就所谓的因顺于方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概念 就当我们看到净土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是对我们 缩布世界众生所讲的 是随顺我们众生的语言 思维逻辑习惯 这样来表达 所以因顺于方 并不代表净土 就仅仅是这样子 完全不足以形容 所以我们如果有这个概念 那我们看到 看到 看到地方 你就心里边就能够 这是因顺于方 为什么讲 三倍九品啊 为什么讲什么 圣门圆绝啊 这都是讲因顺于方啊 为什么讲 花盖小者四百里 乃至辩赴于佛界 为什么还有大有小啊 因顺于方啊 所以你理解不了的 你就想到 因顺于方 这说不世界的事 然后我们也一样 你讲平等 我们想到平等 就一模一样 不要有差别 高癌都一米八 这就是因顺于方了 这说极乐世界 不是这样 一米八跟一百八十米 也是一样平等 那就想不通了 当然想不通啊 你智慧没有动达嘛 你不是讲深闻 你深闻这个词 在极乐世界是用不上的 因为深闻 所谓深闻什么 就是在苏仆世界来讲 我们的三界之内 三界之内内有这些苦恼 所以呢 解除三界的苦恼 跳出三界之外 这叫深闻 极乐境图 本来就是非三界所设 本来就在境图之外 他谈什么 跳出三 他不要讲深闻 讲了没有意义了 对吧 你比如我们现在讲说 这个 达到小康 你家里边 温饱没有解决 你当然说达到小康 还有意义 哪一家都是百万富翁 一万富翁了 你还说达到小康 那啥说 什么意思呢 说话没有意义了呀 就不存在那种状态 有病则于药 无病则没药 因为我们这是三界 有三界的这种烦恼窗戮的病 才要有断烦恼 振生亡果这样的必要性 到极乐世界都不谈这些 这是讲平等力 记住啊 平等力 那太阳大师总是把这一切 到最后都归到阿弥陀佛的功德 不是菩萨自己有这样的 或者深闻人天 自己能达到这样 因为从哪里就是平等力体现呢 就是四十八元当中说 往生极乐 怎么样呢 无有好丑是吧 身皆惊涩 你不都是阿弥陀佛的愿力 让我们这样的吗 包括智慧啊 神通这一切 在四十八元里面都已经说好的 第二三首 感能得生安乐国 皆惜注意镇定句 协定不定其国无 诸佛贤赞顾顶礼 这首记呢 是讲往生的鸡肋 前面 往生这么多好处 到哪些人往生呢 这第一句啊 就是三个字 感能得生安乐国 前面三个字 感能得 有的人一听说 往生安乐国 他不敢去 不敢 不敢几个 一个就是怕死 这是一种不敢 第二说 我这么大罪过 我这么烦恼这么重 我还能去啊 想都不敢想 所以他不敢 发不了这个心 叫做发不了菩提心 你们敢不敢 哎呀勇士 这就是敢 好 敢一鼓动 我敢去了 敢去 那能不能去呢 能 能 这就是能 那能是种可能性 那到底有去没有去呢 得不得呢 得 所以敢能得 它是三个词 它有次序的 敢首先是发心 我敢去 我也有这个愿望 然后有愿望 你要有可能性啊 比如说一个大汗 敢不敢过 想敢 敢怎么去 船也没有 好搞个小船 小屁华 能不能过 半途上翻了 敢能得 敢往生 也能往生 可能往生 得到往生 这得字 扣定了 敢能得生 安乐国 节袭 注意镇定句 这节袭注意镇定句啊 也跟前面合在一块读 那么我们可能会读说 生了安乐国的人 只要往生安乐国的人 都注意镇定之句 那当然毫无话可说 肯定这样 那么其实呢 前面三个字是这样 只要你敢往生 只要能往生 只要得往生 这三种人都属于 注意镇定之句 不注意镇定之句 你都不敢往生 那个感应是假的 心里没那个勇气 保证你百分之百往生 镇定句 镇定句什么意思呢 镇定句就是百分之百 成佛 这叫镇定句 这一般的通途教理 那么以我们净土来讲 从果上就到净土 镇定句 这是无话可说 到净土啊 都是决定成佛 这是第十一院所规定的 第十一院说 受我得佛 国中天人不读定句 避至灭度者不去证诀 读定句的目标 是避至灭度 因为要避至灭度 所以讲读镇定句 所以他的这个十一院的院体 是讲避至灭度 不是一镇定句 作为他的一个院体 这是呢 因为在我们说 这也是英顺于方 在苏波世界 那么你先要注镇定句 就不退转 然后才可以避至灭度 所以也是这样的 顺着我们的语言习惯 和思维逻辑 来讲这个 但是目的是要注 这个避至灭度 到极乐世界 当然这样 那么其实在果上 在阴中在此界 你只要敢能得胜安乐国 你也注于镇定句 这是往生的鸡肋 就专修念佛 你仰靠阿弥陀怨力 就百分之百往生 没有一个遗漏 就是说 这是镇定句的 因中 因中以德 所以在苏波世界说 献身不退 不一定是到净土 我们有相当 这个充分的 我们有充分的 经论是证文 来证明 来证明 献身不退 协定 不定 起国无 这起国无呢 从字面来看 就是极乐净土 没有协定句 和不定句 协定句是说 决定不能成佛之人 不定句呢 是说 有因缘就可能成佛 没有因缘就 就不确定的 两者之间 极乐世界 当然没有这些 个个都决定成佛 那么我们在苏波世界呢 如果我们念佛 其实我们也属于 极乐国的人呢 也属于七国众生 因为 比佛受命 极其人民 我们都算是极乐净土的 所以说呢 同意念佛无别道 远通法界皆兄弟 人虽然还在苏婆 但是呢 这个苏婆消耗 极乐报道 民 我们的国籍 已经是挂在极乐净土了 所以你念佛之人 极乐莲花 有你一朵 上面有你名字 写着你的户籍 圆珠珠地 缩浮世界 那个南阳腐蹄 什么什么什么年代 住哪个地方 第二次首 第二次首 第二三首是网生鸡肋 那第二次首说 网生正音 怎么能够注意正定据 靠这个呢 这首记啊 我们说过了 二次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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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四二次九 都讲跟教理相关的 不过虽然讲教理 它也非常简略 因为它不是一种 长行散文的解释 寄语的解释 诸文阿弥陀德号 信心欢喜 庆所闻 乃记一念 至心者 回向怨声 接得网 为主 忤逆 办正法 过顶礼 愿往生 这首记呢 是解释 第十八页成就文的 十八页成就文 在九十一页圣教集 它说 诸有众生 文心名号 信心欢喜 乃至一念 至心回向 愿神彼国 既得往生 诸不退转 为主 五逆 非方正法 所以基本上是一样 不过呢 我们来对比一下 诸文阿弥陀德号 诸就是诸有众生 也就是所有一切大众 只要有那个 听闻到阿弥陀佛 名号的 不过这里呢 他加了一个德字 这个特别重要的意义 那么经文说 诸有众生 闻其名号 你闻 如果你 虽然闻 你不能觉得 阿弥陀佛的功德圆满 能救度你 这个闻等于没有闻到 所以诸问阿弥陀德号 他这个名号当中 是有无量功德 是真实亲近 无量功德名号 清净宝珠名号 无量光寿名号 那么这种德呢 这种菩萨累世所及 其里菩萨无量德行 也是令主众生功德成就 这些功德是让我们平等拥有的 这样听闻 叫做诸文阿弥陀德号 信心欢喜是一样的 庆所闻 这是加了三个字 庆所闻 那么信心欢喜 说哎呀 我今天听得挺高兴 听得高兴 那往生的一定嘛 那不一定 丑死了 那是啥高兴呢 因为法师讲了几个故事 所以庆所闻 他心中感到很庆幸 哎呀 我本来要六道轮回的 我我这罪过这么重 烦恼这么重 哎呀 终于非常庆幸啊 既然听到了阿弥陀佛的救度 啊 这个无条件主动拼动 无条件救度 庆所闻 那这叫信心欢喜 就是对你所闻的这个法 阿弥陀佛的德号 你感到庆幸 知道自己呢 往生一定 生死已了 成佛在握 这叫庆所闻 乃记一念 智心得 他 乃记一念是一样的 不过改了一个字 叫这个字读记 这记啊 意思也是一样 也跟智是一样 那为什么要改呢 这是文法表达的需要 应顺于方 如果乃记一念智心者 读起来就有点 智智智 这舌头就有点 不灵光 所以呢 汤山大师呢 他很慈悲 换一个字 乃记一念智心者 这读了不就爽了吗 这意思 这智心者是什么 智心回向 所以他底下呢 也是为了 文词的需要 加了一个者 乃记一念智心者 有一念智心 回这样的人 智心就是真诚心 真实心 因为我们信心欢喜 听到阿弥陀佛名号 信心欢喜 信所闻 你自然从心中啊 就会 起这个乃之一念 真心 这样的心发起来 哦 阿弥陀佛救度我 那我就一念 归命 这一念不代表一念 是代表 相续 永永地练下去 回向愿生 皆得网 所以这 静文说呢 智心回向愿生 彼国 即得网生 静文是说 即得网生 即得网是显示 他的时间上啊 没有 不是别时宜 不要等到 多长时间之后 时间的 那么 接得网生呢 是讲 配对前面那个诸 诸文阿弥陀德号 说一个都不漏的 这两个 如果来看 就更加清楚了 那么 所有接得网生的人 也是既得网生 那么既得网生的 不止哪一个人 是所有人都是既得网生的 所以呢 对照来看 最后说 故我顶礼愿网生 我谈论 我们前面说过了 只有这首祭祀里面 台湾大师说了 故我顶礼愿网生 也就是知道 台湾大师 他这个愿网生 他从哪里生起来的 就是根据这第十八愿 阿弥陀佛的名号 所以往生的阵音 就在这一条愿 那么这个愿里面说了 唯俗物理诽谤诽谤 诽谤证法 这就基身性 那么 回向愿生 接得网等等 那个讲的就是法身性 所谓的信心 欢喜 庆所闻 你庆所闻 为什么会庆所闻呢 因为你这样的恶鸡 如果他本来就是阿罗汉 他本来就是大菩萨 他当然听到就无所谓 他没有无所谓庆所闻 你是穷人 现在说 马上发钱 那你庆所闻 你家里面钱多了呢 发那个钱 我还看不中 你都不会庆所闻 所以这里显示谭老大师 他这种信仰 产生从哪来的 就来自于这条愿 比如我们愿望生 他这个故事非常重 非常好 所以我顶礼愿望生 那我们愿望生 我们愿望生 我们说前面我们加一大堆 因为我要修三福 我因为呢 故我顶礼愿望生 那你就落空了呀 你靠你的三福啊 又靠你的这个杂心杂修啊 那愿望生 当然也很好啊 但是那个靠不住 要诸文阿弥陀德号 信心欢喜庆所闻 你这时候发起来的 故我顶礼愿望生 这个愿望生心 才是乃及一念至心者 才是至尘心 身心回向发愿心 这才是信心清静 这才是真诚愿望生之心 这是真实的 这个才叫做呢 清静愿望生心 那么这样的望生心 就决定呢 是不退短 决定能够接得望生 那靠我们自己那个 那就是不确定 所以我们的望生的本钱 我们望生的依靠 都要回归到这个愿当中来 这是整个48元的愿体 也是我们望生之体 这句话放在这里呢 有它特别重要的意义 那我们要想到 往生论 往生论说呢 无量寿经 尤婆提舍 愿生计 一开篇 天津菩萨就说 世尊 我一心归命 尽十方 无碍光如来 愿生安乐国 天津菩萨也是一样的 他为什么愿望生啊 一心归命 尽十方 无碍光如来啊 也是来自于这首 就是这个第18愿 他天津菩萨为什么愿望生 整个愿生计也是根据这个第18愿 衍生出来 所以说愿生安乐国 能够理解吗 世尊 我一心归命嘛 那就知性性乐 信心化即乃至于念啊 我一心归命 尽十方无碍光如来 就是阿弥陀德号啊 尽十方无碍光能够破除我这一切无名 第二五首 前面说颜容端正 怎么颜容端正呢 这里说他的形色 安乐生文 安乐菩萨生文被与此世界无比方 世家无碍大辩才 世主假令 世少分 最近其人并帝王 帝王父比金龙王 如是辗转至六天 次第相行 皆如始 以天色相 欲如 欲于比 千万亿倍 非其类 皆是法藏 愿力为 其手鼎礼 大心力 安乐国土的生文 菩萨 这里略调了 还有人天之类 但人天这两个字呢 很容易让我们想到这里的人天 这里呢 就没有说到了 其实人天也在这个当中 与此世界无比方 在这个世界来讲呢 是没有什么可以形容它的 没办法比 即使世家牟尼佛 以他无碍的神通变才 也 没法 向我们说明白 所以只好呢 打比喻 设助假令 用 这种假设的方法 来给我们打比喻 显示 稍分的 少少的来显示 他怎样的 人天的色相 庄严 所以要设助假令 是少分 那怎么假令呢 假令 这个 奇人 就是乞丐 最贫穷下贱的乞丐 他在一个 威德庄严的帝王旁边 那两个就不能相比了呀 差太多了 差千万一倍 那么帝王呢 人间的帝王 虽然是殊胜尊贵 但是要比金龙王 金龙王 转龙王啊 分成四个级别 金银铜铁 金龙王是最高的 金 银银龙王 铜龙王 铁龙王 他们各自的 威德势力 还有 教化的民众 地域的广大 是不一样的 那么来比金龙王 那又差了 千万一倍 金龙王再往天上的 六一天从最低层开始比 刀立天往上比 一层一层 各差千万一倍 说次第相行 皆如始 一直到第六层天 以天色相 那么第六天呢 这个天人最庄严的 以这个天人的色相来比喻 极乐世界的身门菩萨 圆爵 他们的相貌庄严 那差了千万一倍 非其类 简直没法比 不是一个等级的 不是一个类别 那么这些呢 能够成就这样 色身为妙 是谁呢 不是身门 圆教菩萨自己 皆是法藏 愿立为 就前面说平等力 这里说愿立为 所以呢 齐首鼎礼 大兴力 好 回去呢 大家看一看 圣教集八十八页 今天我们这堂课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阿弥陀 阿弥陀